菲律宾总统选举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当地最新民调显示 前菲律宾独裁者马克思的儿子小马克思有很大几率会胜选 马克思家族一直备受争议 但在菲律宾这个家族数十年来却屹立不倒 老马克思用铁腕手段统治菲律宾长达二十多年 直到1986年数百万菲律宾人走上街头 参加了人民力量起义才黯然下台 让菲律宾回归民主 三十多年后老马克思当年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 却成为了儿子小马克思非常有力的政治宣传素材 他在竞选活动中精心粉饰历史 力图再次让菲律宾崛起回到所谓的辉煌时代 但政治评论员认为 小马克思只会话说当年 对未来发展却避而不谈 A lot of people are fascinated not because of him per se but because of the memory of his father's rule although a lot of the young people now didn't experience it but because of the propaganda being repeated over and over again they thought that oh the Philippines was better off before 面对小马克思逐渐奏效的政治宣传 以往在老马克思时代曾经被关押的摄运人士提醒人们 大家不应该只关注历史 而是从现实角度出发 思考哪位候选人能真正理性的治理国家 我们想要有一个人 who is competent who is not a liar who pays taxes who helped us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more importantly who love the people and who have shown it in various ways during these past years 除了评断父子俩的政治能力和手段 在贫富悬殊和贪污腐败极为严重的菲律宾 人们绝对不会忘记小马克思的母亲 伊美尔达奢华成性的生活方式 在丈夫倒台后 人们在总统府发现了伊美尔达收藏了海量的珠宝 以及上千双价格不菲的鞋子 讽刺的是 菲律宾目前依然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生活在贫困之中 而政府和司法体系 却漠视权贵贪污腐败的问题 无论如何 在民调中遥遥领先的小马克思 是否真的可以成功当选 就得看5月9号 菲律宾人民如何做选择了 菲律宾 菱律宾